133号 去公所前排满钱来申请纾困的民众 行政院加码对无纳保的工作者 发放1万元纾困金 不过却惹来民众抱怨 脸书上民众大酸 说这是看得到却吃不到的政策 对有缴税的民众不太公平 也批评这只是普通的急难救助金 更有人建议要比照像美国一样 全国民众直接发现金 我们有纳税 就有那个条件可以补助 除非没有缴税的人 因为这是平等的 对不对 我们有那政府的所得 每年都有缴所得 可是我们的待遇就不同 我觉得像原来发那个 大家都发现金这种方式会比较 对大家会比较公平而且比较好 那你有钱的你可以不要花 把它留起来当纪念品 没钱的就可以拿来花 政府加码纾困条件一大堆 还没得到民众好评 却先让大家麻烦天 根据网络大数据分析 近八成民众抱怨申请纾困复杂 限制又多 也有两成民众主张 应该直接发放现金补助 所以领不到的人 其实在说 为什么政策是看不到领不到 大家说要发一万 其实上我也没有发一万 说预算要增加 实际上我也没有拿到 身边的朋友都没有拿到 所以其实是蛮多的民怨发生的 政府坚持纾困不能人人有讲 不过对比世界各国的纾困措施 新加坡与日本分别对民众发放约 1.2万到2.7万台币的现金补助 美国则是祭出约3.5万台币的现金补助 而且是人人有讲 相照之下 台湾的纾困方式全都是针对特定族群 大多数乖乖纳税的民众 却成了被忽视的族群 政府忙着用公堂扩大补助 如何监护公平 又不会相对剥夺感 相关单位必须拿出更有效的方法 才能平行民怨 欢迎新闻宋君怡林凯伦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见